哈利厉害各位 祢姊妹 大家平安 哈利厉害 各位弟兄姊妹 大家平安 感谢神的担任 感谢神的带领 我们营安可以做回祖籍 那我们晚上可以一起聚集 来学习圣经 神的伟伟 来学习圣经神的话语 营安要跟大家一起来学习 立微祭中的礼仪 晚上要跟大家来学习立微祭中的礼仪 就是立微祭当中所记载的 这些人信用上的典礼和礼仪 就是立微祭中 记载以色列人生活中的圣礼和仪式 在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 在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 先吩咐以色列人做会墓 神吩咐以色列人造会墓 也造这些祭坛 也造祭坛 并且造这个约会 并且造了约会 把属神的法板也放在约会里面 把属神的法板放在约会里 代表神与以色列人同在 代表神与以色列人同在 这个寄信所的所在也代表神临在的地点 至圣所也代表神临在的地方 在出埃及记最后记载 在出埃及记最后记载 当以色列人将会墓做好以后 当以色列人将会墓造好以后 神的荣耕穹满到会墓 神的荣光充满了会墓 但是摩西并没法进入会墓里面 但摩西不能进入会墓里面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以色列人有罪 因为以色列人的罪 所以没法来到神的面前 所以没办法来到神的面前 所以就必须要透过 入于记当中的这些仪式 就必须透过立威记当中的仪式 以及典礼 才能重建人与神之间的关系 才能重建人与神之间的关系 所以我们如果看入于记最后的记载 我们如果看到立威记最后的记载 讲到当以色列人开始 照着神所欢呼的这些礼仪去做以后 那也说到以色列人开始 照着神吩咐的礼仪去做之后 摩西就有法进入到会墓里面了 摩西就可以进入会墓里了 我们先来看这个 冈记的投影片第一页 我们先看到投影片的第一页 我们对立威记的架构 先做一个简单的课施 我们从立威记的架构 做一个简单的复习 我们看到这个16丘到17丘的所在 我们看到16丘17丘 这个可以说是立威记 一个最核心的重点 这也可以说是立威记最核心的重点 因为人必须要透过赎罪 才能达到结征的境界 才能来到神的面前 所以立位记所有的记载 都是为了让人达到结征这个地步 所以我们看到立位记这些主要的内容当中 所以我们看到立位记主要的内容当中 最中心就是16章17章 就是说到赎罪日那一天 这一天对以色列人的信仰来说是最重要的一天 因为那天大祭司要为自己献祭 也要为所有的以色列人献祭 在这个第一章到第七章 从第一章到第七章 以及23章到25章 以及23章25章 就是说立位记的最早前到最后边的部分 就是立位记最前面和最后面的部分 就是说到有关礼仪的部分 是说到有关礼仪的部分 透过礼仪人才能达到结征 但是这些礼仪人不能自己去 没办法自己去执行 但这些礼仪人不能自己去执行 所以必须要透过祭司来执行这些礼仪 所以必须透过祭司来执行这些礼仪 并且百姓要过着洁净的生活 这样最后才能够得到圣洁的地步 最后才能达到圣洁的地步 所以我们看到整个立位记这七个主要的主题当中 所以我们看到立位记这七个主要的主题当中 这样前后呼应 最后就是要将这个责罪力 这个结征的这个动作 将它来强调出来 最中心就是把赎罪日赎罪的动作强调出来 我们来看这个第二页 我们看第一页 这个礼仪 以前对几个礼仪来说 礼仪前面对整个立位记来说 以前有说到礼仪 后面也有说到礼仪 前面有说到礼仪 后面也有说到礼仪 以前所说的 第一章到第七章就是说到这个陷阱 前面第一章到第七章说的是献祭 23章到25章说的是这个结旗 23章到25章说的是节旗 包括安逝年到虚年还有安逝日 也包括安逝年、喜年还有安逝日 这是最后的部分 这是最后面的部分 这是我们今天要做会来学习的部分 也是我们今天要一起来学习的部分 这个在立位记的26章到27章当中 在立位记26章27章当中 就是立位记的一个结论 这是立位记的结论 主要就是两句话 主要就是两句话 如果可以听众神的话就能蒙福 违背神的话就要遭受摘殃 违背神的话就要遭受摘殃 这是我们简单对立位记的内容做一个学习 这是我们简单对立位记的内容做一个复习 我们看到这个第四页的部分 我们看到第四页的部分 第四页就说到有关这个宪祭 第四页说到有关献祭 这五字当中我们可以分成两个部分 五字当中我们又可以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表达个人对神的感谢所献的祭 第一部分是表达个人对神感谢所献的祭 第二部分就是个人来向神表达人罪所献的祭 第二部分是个人对神表达认罪所献的祭 第一部分就是修祭、修祭和平安祭 第一部分就是数祭、凡祭和平安祭 就是个人要向神表达感谢时所献的祭 就是个人对神表达感谢所献的祭 当人犯罪需要来表达认罪的时候 当人犯罪需要表达认罪的时候 就是要献这个修罪祭和修千祭 就是要献赎罪祭和修千祭 修罪祭和修千祭简单的分别 修罪祭和修千祭简单的分别 就是当你犯的罪是没办法补偿的 就是当你犯的罪是没办法补偿的 例如说台人 例如杀人 这没办法补偿 你没办法补偿 这就是要献赎罪祭 这要献赎罪祭 如果是有那么多的保障的罪 若是可以补偿的罪 就献赎罪 就献赎罪 比如说没注意让别人的财产受的损失 例如无故让别人的财产遭受损失 这样你就要献赎罪祭 这样要献赎罪祭 并且要背上对方 并且赔偿对方 这是简单的分别 第二我们先来看修罪 第一我们先来看凡祭 修罪有分为一般人所献的和善凶人所献的 凡祭分为一般人献的和贫穷人献的 按照你向神要表达的心意 按照你要对神表达的心意 看是要献赎罪还是献赎罪都可以 看是要献羊还是献牛都可以 要献少数人就要将这个牲赎罪 牵到祭司的面前 要献反祭的人 要将牲赎罪牵到祭司面前 并且按手在这个牲赎罪的头顶 并且按手在牲赎罪头上 亲手将这个心脱胎死 亲手将牲赎死 并且将这个心脱的血 来留在祭司面前 并且将牲赎罪在祭坛四周 亲手将心脱胎死 亲手将牲赎死 代表说是个人心甘乐意 要将这个祭司面现象的 代表个人心甘乐意将祭物献上 将这个火来 将这个火在祭司的四周 将血洒在祭坛四周 代表说 借到这个动物的火 代表借着动物的血 来开启人到神 民情的这条道路 来开启人到神面前的这条道路 然后将这个心脱的皮 白鸟 然后将生猪的皮剥的 将生猪的肉切成一块一块 将这个生猪的白鸟和脚洗干净 将生猪的内脏 内脏和手脚洗干净 然后将这些肉 就把它放在祭坛上面烧掉 并且将这些肉放在祭坛上烧掉 代表说完全的现象 代表完全现象 将这个白鸟和脚洗干净 将内脏和脚洗干净 这也代表着说将心思意念洗净 也代表着将心思意念洗净 脚是代表着人的行为 脚代表着人的行为 就是将这些不好的行为除掉 就是将这些不好的行为除掉 人后可以来现胸 现在人身的面前 就可以献在神的面前 这是一般人所献的这条道 这是一般人所献的凡祭 这是一般人所献的凡祭 如果是贫穷人没有能力献牛和羊的时候 他要向神来表达感谢 要向神表达感谢 他可以献鸽子或者扳鸟 他可以献鸽子或者扳鸟 他的头上 并且将他的头扭断 并且将他的头扭断 将他的血同一样 在祭壇的四周围 将血撒在祭坛的四周围 将他的神窟里面的宿囊拿掉 将身体里面的宿囊拿掉 这是祭壇比较特别的器官 这是鸟类比较特别的器官 就是将这些东西吃下去 以后这些东西 将吃下去的东西 这些东西还没到位之前 先储存在宿囊的位置 将这个器官拿掉 将这个器官拿掉 并且将这个十股的骨头压断 并且将翅膀的骨头折断 但是外面的肉不能折断 放在祭坛上烧掉 这是善用人所显得稀罪的方式 这是贫穷人献的繁迹 我们看到第六页的地方 我们看到第六页的地方 这就是第二种的祭米 就是第二种祭物 就是素质的部分 就是素质 素质有可以分成三种 素质可以分为三种 就是有片米粉 就是有面粉 还有片芋柄 还有无酵饼 还有片芋水 还有麦穗 这有分成三种的素质 分为三种素质 简单分别 简单的分别 什么时候片米粉 什么时候馅面粉 就是当在馅一些生抽的时候 就是当馅一些牲畜的时候 按照神的规定 要配合一些米粉 做素质做那些现象 要配合一些面粉 当做素质一起线上 这个时候就是用米粉来做素质 这时候就是用面粉当素质 这个素质 这个素质 这时候 将这个现济的人 所扎来的这些米粉 祭司将现济的人 带来的这些面粉 用手搅拌起来 用手抓一把 把起来 加像油 加乳香 加上油 和乳香 和乳香 将这些 放在祭坛上面烧掉 将这些放在祭坛上烧掉 其他的就 整个现济的祭司 其他的就归为献祭的祭司 这是跟神徒座的现的素质 这是跟神出一起献的素质 什么时候用无效品来献素质呢 什么时候用无效品献素质呢 就是向神表达感谢的时候 就是向神表达感谢的时候 不一定要 刚才有说到小祭 不一定要用 刚刚前面说到的梵祭 就是 你也可以用无效品来 献感谢的祭祭 也可以用无效品献感谢的祭给神 将这些所扎来的这些无效品 将带来的无效品 拿一部分 加烘 用火烘过去 哪一部分用火烧过之后 把带来锤 把它剥碎 烘烘 加上油和乳香 加上油还有乳香 放在祭坛上面烧掉 放在祭坛上面烧掉 烧掉只有一部分 烧掉的就有一部分 其他的部分就是 整个献祭的祭司 其他部分也是归给献祭的祭司 这是无效品所献的素质 这是无效品所献的素质 第三种就是献卖水 第三种就是献麦穗 就是粗色的这些农作物 就是出手的农作物 拿一部分来 将农过去 哪一部分 碾过之后 也是将它烘干 也是将它烘干 加上油跟乳香 放在祭坛上面烧掉 加上油和乳香 放在祭坛上烧掉 现素质的时候 有一个重要的环节 限速具有一个重要的原则 就是要加盐 就是要加盐 并且不能加咖 也不能加蜜 不能加酵 也不能加蜜 就是咖跟蜜都不能加 酵和蜜都不可以加 这是素质 这是素质 第三种製蜜就是平安祭 第三种就是平安祭 来带到祭址的面前 一样将牲畜带到祭址面前 现座的人将手按在祭址的头上 献祭的人将手放在牲畜的头上 亲手将牲畜到胎虫 亲手将牲畜杀死 年后将动物生股里面的肌油和油漬 放在壇上烧掉 将动物的脂油和内脏放在毯上烧掉 和腎 和腎放在毯上 这个白癌只有油漬的部分 放在祭址上烧 只有腎这个气管放在毯上烧掉 其他的都没有 其他都没有 除了脂油和油漬 放在祭址上烧以外 除了脂油和腎放在祭址上烧之外 其他的部分都是可以跟大家做分享 其他部分都可以和大家分享 当然其中 这个动物的肥坑肉和腎腿的肉 就是整个献祭祭 其中的胸口和前腿的肉是归给祭司 其他的就是献祭的人 可以拿去跟肉人做分享 其他就是献祭的人 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 平安祭祭所有的祭址当中 平安祭祭所有的祭物当中 就是所有献祭过程当中 就是所有献祭过程当中 唯一可以跟别人做分享的这种献祭方式 唯一可以和大家一起分享的献祭方式 就是平安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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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献平安祭 可以有三种情形需要献平安祭 有三种情形需要献平安祭 第一就是向神来表示感谢的时候 可以献平安祭 可以献平安祭 第二种就是向神还愿的时候可以献平安祭 第二种就是向神还愿的时候可以献平安祭 第三种就是感心情愿要献给神也可以献平安祭 第三种就是心甘情愿要献给神的时候也可以献平安祭 针对不同墓地献的平安祭 它也有不一样 献的这个祭蜜也不一样 献的几乎也不同 幸运和感心所献的平安祭 还愿和心甘乐意献的平安祭 同样都是献这个神丘的肉 都是献牲畜的肉 那如果是献感谢的平安祭 都是献感谢的平安祭 就要献两种东西 要献两种东西 就是动物的肉以及这个不咬饼 就是动物的肉还有无效饼 应该是说献饼 是献饼 因为这个饼里面有包括不咬饼 因为饼里面有包括无效饼 也包括有咬的饼 也包括有加咬的饼 我们看立微记第七章 看立微记第七章 12节 立微记第七章12节 立微记第七章12节 这二十节公告 他们就感谢所献的这个平安祭 这里说到 若未感谢县的平安祭 第一就是要献上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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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饼 这里说到三种无效饼 第一种就是 雕油的无咬饼 第一种是调油的无咬饼 第一种是调油的无咬饼 第二种是抹油的无咬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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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当这个饼饼做好以后 就是当饼饼做好之后 这种油抹起来 将油抹上 第一种是油跟米粉交造会 第一种是油和面粉搅拌在一起 做起来的无咬饼 所造出来的无咬饼 第一种应该是面团做好以后 再加油 第一种是面团做好之后才焦油 第三种的无咬饼 第三种无咬饼 就是油跟米粉 做会搅好以后再做做无咬饼 是油和面粉调匀之后才做成的无咬饼 所以有这三种的无咬饼 这三种无咬饼 第十三种无咬饼 第十三节说到也要献有效的饼 因为这个冰安座 刚刚说到平安季是要跟大家分享的 所以这人可以拿来吃 人可以拿来吃 所以这有咬饼 比较起来是较好入口 有效的饼 比较好入口 所以可能如果经济我们一些全部的看法 根据一些前辈的看法 因为在以色列人当中也有一些年长者 在以色列人当中有一些年长者 他们的水器可能较不好 可能鸭齿比较不好 所以用这个有咬饼来给他们吃 就用一些有效的饼给他们吃 虽然在这段经文里 虽然在这段经文里 并没有很清楚说 没有很清楚说到 献饼要用多少的数量 但是一般的资料里面都可以写 那一般的资料里面这样写 有的说就是准备 10个不咬饼到10个有咬饼 就是准备10块有效饼 和10块有效的饼 年后的每一种拿1块给祭司 每一种奶块给祭司 其他的就是自己留着 拿来做分享 其他就是自己留着跟大家分享 这是一般资料里面所说的 就是一种拿10块来的 这是一般资料里面写到一种拿10块 所以在平安座当中 在平安序当中 为了感谢所献的平安座里面 为了感谢所献的平安序里面 也包括献肉和献饼 里面包括的献肉和献饼 这所献的这个不咬饼 这里所献的无效饼 和素材是不一样的 跟数据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些不咬饼是可以 就是这除了献不咬饼 也有献有咬饼 所以这里除了献无效饼 也献有效的饼 这平安序和素材 最大不一样的地方 这是平安序 和素材最大不一样的地方 素材是 它的重点是在奉献 素材最大的重点在奉献 这平安序最大的重点是在分享 平安序最大的重点在分享 所以平安序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对我们的一个欺识 所以平安序有一个对我们很重要的启示 就是说 神要我们用分享来表达我们对他的感谢 就是神要我们用分享来表达对他的感谢 当我们在到神很多恩典的时候 当我们得到神很多恩典的时候 我们一定很开心 我们一定很开心 我们会感谢神 但是有的人感谢神 每一个人感谢神的方式不一样 但是每一个人感谢神的方式不一样 有的人感谢神 就来到神面前奉献 有些人感谢神是来到神面前奉献 有神做很多的感受 为神做很多工作 但是其中有一项 但其中有一项 神要我们用分享来表达我们对他的感谢 神要我们用分享来表达对他的感谢 因为神说起来他什么都没缺 因为说起来神什么都不缺 我们手中也没有任何东西是神所需要的 我们手中没有任何东西是神所需要的 所以有需要这些东西的人 有需要这些东西的人 是我们身边这些看得到的人 是我们身边这些看得到的人 是教会当中的这些兄弟姐妹 是教会中的弟兄姐妹 所以神爱我们常常愿平安祭 所以神要我们常常献平安祭 用分享来表达我们对他的感谢 将分享来表达对他的感谢 这是平安祭的部分 这是平安祭的部分 我们再看第八页 我们再看第八页 这是公告有关赎罪祭 这里说这有关赎罪祭 赎罪祭 按照不一样的身份的人 赎罪祭按照不同身份的人 要宣的罪名是不一样的 要宣的几乎不一样 这些就要宣这个五天 祭司要宣公牛 若是为了全会众所献也是用公牛 若是为了全会众所献也是用公牛 以色列人当中的官长 要为自己献献要用公山羊 以色列中的官长为自己献祭要用公山羊 八世可以用母山羊或米羊 百姓可以用母山羊或绵羊 若是较适兴的人就是献饭咖还是粉椒 比较贫穷的就是献鸽子或斑鳩 应该是要一边献人吃 一次要献两只 若是连斑鳩跟粉椒都买不起的人 若是连斑鳩或鸽子都买不起的人 就是献这个柚蜜 献米粉 就是献细面粉 就是圣经里面的单位是十分之一依法 圣经里单位是十分之一依法 大概是2.2公升左右 大概2.2公升左右 这个它的献法也有稍微不一样的地方 献法也有稍微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可以参考这个图表 我们可以参考图表 我们再看第九页 就是赎签纪的部分 人所犯的贵犯 如果是可以做保障 若是人所犯的过错是可以补偿的 就是要献赎签纪 并且要赔偿对方的损失 并且要赔偿对方的损失 除了完全赔偿以外 除了完全赔偿以外 要另外加5分之一来赔偿对方 要另外再加5分之一赔偿给对方 这是赎签纪的部分 这是赎签纪的部分 我们再看回第八页 再做一个补偿 我们再看回第八页做个补偿 第八页 这我们看到 这个赎签纪或是专会众所犯的赎签纪 第八页纪丝或全会众所献的赎签纪 这些生殖的脂油和油漬 要放在壇上烧掉 深处的脂油和盛要放在坛上烧掉 其他的部分就是要拿到贏网去烧掉 其他部分要拿到营外去烧掉 在官长和百姓各人所献的赎签纪当中 官长或个人所献的赎签纪当中 同样是脂油和油漬要放在壇上烧掉 一样是脂油和盛要放在坛上烧掉 但是其他的部分就归给祭司 其他部分就归给祭司 我们来看和西阿书第四章第八节 看和西阿书四章第八节 和西阿书四章第八节 和西阿书四章第八节 这也是神在责备以色列人当时的领导者 责备他们当中的祭司 祭司是以色列人信仰的领袖 他们要教导以色列人专用净位神 他们要教导以色列人怎样敬位神 但是在和西亚这个时代 这些祭司没有当尽的本分 所以企道人他们满心欢喜这些八世来宴赎罪祭 这个八世犯罪越多越好 百姓犯罪越多越好 因为犯罪以后来宴赎罪祭 因为犯罪之后就要来宴赎罪祭 宴赎罪祭祭祭祭就有祭肉可以收了 宴赎罪祭祭祭司就有祭肉可以收了 因为只有祭油和油祭要放在团上烧掉 因为只有纸油和盛要放在团上烧掉 八世所宴的这些宴赎罪祭当中 百姓所献的赎罪祭当中 其他的都是归祭祭祭的 他们很欢喜八世来宴赎罪祭祭 所以这些祭司很喜欢百姓献赎罪祭 所以这种情形 在这段圣经里面是在接避这件事 这段圣经就是神在责备这件事情 这要给我们做一个对照 来做一个对照 我们再来看第十页 再来看第十页 这就是有关接纪的部分 这是有关节旗的部分 这是纪罪祭 十六章到十七章 十六章十七章是赎罪日 这就是立美纪最中心的一个主题 就是立美纪最中心的主题 就是要让八世可以 让所有以色列人在神面前可以承信 要让所有以色列人在神面前陈胜 纪罪日 这个宴赎的流程 这可以说稍微複雜 赎罪日限界流程可以说相当复杂 这个大祭司先为家旗和家里的人 宴赎赎罪 大祭司先为自己 还有自己家里的人献祭赎罪 然后大祭司再为八生来赎罪 然后大祭司为百姓赎罪 并且要还要夷征信赎和悔墓 并且要洁净圣署和会墓 还有祭坛 以及祭坛 第三点 大祭司要将大祭司送到旷野去 第三点 大祭司要将戴罪的羊送到旷野去 我们来看 立位祭十六章 我们看立位祭十六章 二十节 二十节 立位祭十六章 二十节 立位祭十六章二十节 二十节 二十节 以后许多节 就要将那些外团的钢山园奉兴 二十一节 两手按在园的头顶 生灵这些人 主板的嘴列过的款 就是他们一切的嘴圈 将这个嘴都整在园的头顶 接到所有人的手 伸到抗抗抗去 要将这个园放在园 这个园要担当他们一切的嘴列 住到无人之地 就说到要在这个职座日这一天 这里说到要在赎罪日这一天 要准备两只山羊 要准备两只山羊 一只要宣在祭团上面 一直要线在祭坛上 一只要送到园抗抗去 一直要送到旷野去 牵到这个无人的地方 牵到没有人的地方 就放在那里 把它放在那里 在二十六节才这样说 在二十二节这边说 二十六节 这个日月记十六节二十六节 日月记十六节二十六节 说放去的那些园 要买这个阿撒泄勒 这里说到被放哪一只羊 要买阿撒泄勒 阿撒泄勒的意思有很多不同的说法 阿撒泄勒的意思有很多不同的说法 大概就是说 有的说这是鬼的名字 有的说这是鬼的名字 有的说这是一个动作的意思 有的说这是一个动作的意思 有的说这是一个动词 说这是一个动词 意思就是 就是把以色列人的罪带出去的一个意思 所以这是宿罪在罪中 说要返的罪名 这是宿罪日当中要献的纪物 这园 把其中一只山羊扛到坑也去 其中一只山羊前到坑也去之后 在这一只山羊扛到坑也去返一只山羊扛 大祭司要为自己和百姓再献一次繁祭 这像羊扛到坑也去的这些人 将羊前到旷野的这些人 他们也是要几极其以后 这些人倒回的这些羊扛里面 他们也是要结晶自己之后才能回到营区里 在宿罪日当中 在赎罪日当中 我们看到这个11站的所在 看到21节 11页 讲义的11页 看到讲义11页 赎罪日还有其他要遵守的事项 赎罪日还有其他要遵守的事项 其他就是要欺负基辛 要刻苦己身 刻苦己身就是欺负基督的意思 刻苦己身就是禁食祷告的意思 并且本地人还是外地来驾基的人 都要做会收这个赎罪日 并且本地人或外地寄居的 都要一起守赎罪日 在每年犹太力的七月十十这一天 在每年犹太日七月十这一天 大概是国力的九月到十月左右 大约是国力的九月到十月左右 这是赎罪日的部分 这是赎罪日的部分 我们再看到这个十二月 再看到十二月 就是23至25月的 同样说到礼儀的部分 就是23章到25章 一样说到礼儀的部分 礼儀除了七个节期以外 节期除了七个节期之外 还有安息日、安息年、安息年 我们再看13页 看13页 这就是大概对七个节期的一个重点的经历 这是对七个节期重点整理 有个节就是要纪念神的拯救 余悦节就是纪念神的拯救 这是在以色列人出埃及前一天守的 这是在以色列人出埃及前一天守的 为了纪念神的拯救 为了纪念神的拯救 也纪念神保守了以色列人当中的中主 也纪念神保守以色列人当中的长子 这个无咸节就是要纪念出埃及时 那一枚他们吃无咸饼 无咸节是纪念出埃及那一天以色列人吃无咸饼 那段时间他们家里的咸都除掉 那一天他们将家里的咸都除掉了 代表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 代表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 他们要开始过着新的生活 所以发过咸的东西就是已经放了一段时间了 发过咸的东西都是放过一段时间的 代表旧的东西 也代表旧的生活 所以对他们出埃及以后 所以从他们出埃及之后 他们就要开始过着新的生活 他们就要开始过着新生活 这是独咸节的意义 这是除孝节的意义 这个粗食节就是为了纪念神的生活 粗食节就是为了纪念神的赏识 当开始大麦可以收割的时候 当大麦可以开始收割的时候 大概在那段时间他们就会来收粗食节 大概那段时间他们就会来收粗食节 大麦收成之后 再来就是收麦可以开始收割 再来就是小麦可以开始收割了 所以那时就要来收五旬节 那时候就要来收五旬节 七月初一是吹角节 是以色列人的新年 是以色列人的新年 七月七十就是这个殊罪日 七月十号就是赎罪日 七月十五到二日 七月十五到二一 是祝宴节 是祝彭节 是他们开始要进入寒冷的时候 是他们要开始进入迦南的时候 进入冬天的时候 也是要纪念神的赏赐 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 他们同样每一年都会收祖宝节 他们一样每年都会守住棚节 来纪念他们过去在矿野那段日志当中 来纪念他们过去在矿野的那段日子 虽然住在帐篷里 虽然生活比较不安定 虽然生活上比较不安定 但是神幽然看过他们 但神仁难看顾他们 神幽然住他们 神仁难带领他们 这是七月祭祭的部分 这是七个节旗的部分 所以不管是祭祭也好 所以不管是节旗也好 或是这五种宪祭的方式也好 或是这五种宪祭方式也好 这都是 祭祭祭里面所说到的信仰上的礼儀 都是六位祭当中所说到的礼儀 这些礼儀都是为了 要让人可以讲作信价 这些礼儀都是为了让人成为圣洁 最终可以来到神的面前 最终可以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他们不得到大家分享到这 晚上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最终可以来唱 祭祭祭三百四十九首 一起唱赞美食三百四十九首